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pastikphoto.hk 沒錯 都是一個熟口熟臉的樣子 35-150 騰龍 2-2.8 一支很神奇很多人談論的鏡頭 但這次不同了 是Likon Sedmont 沒錯 熟口熟臉的畫面 當我這支35-150mm 2-2.8 光圈的鏡頭 裝在這個Likon Z8 大家都不會有陌生的感覺 因為很多師兄之前已經用 Sony E-MARK的鏡頭 加強得塔裝在Z8就用 很多人用了 但這次是一支 原裝正MARK Z-MARK的騰龍鏡頭 免除了很多擔憂 疑雲 有些人又說 更新後 A-MARK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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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配合 我肯定告訴大家 這個是拿到 Likon正式授權的 騰龍Z-MARK 30mm 150 其實騰龍在這方面 還有很多功夫 因為它沒有出相機 鏡頭方面盡了很多努力 包括在另一方面 和Canon 周旋了很久 聽了很久 仍然是在交接的 Canon RF-MARK 可否用到騰龍的鏡頭 基本上 騰龍技術都齊了 如果一開放到 那就厲害了 用Canon RF-MARK的朋友 有些細又輕又有Quality的鏡頭 包括有可能是 有這支 三十五音零 二支2.8 有沒有可能是Canon MARK出現 這個真是令人十分期待 對呀 用Canon的人 都很喜歡重鏡 這支重鏡一定沒有走雞 另外想提醒大家 這支騰龍的35-150 二支2.8的 Likon正式鏡頭 明天會在香港官網有售 大家可以上網訂購 但是就會在一個月後 大概等下 就會在門照拿鏡頭 大概等一個月 千搶也會有貨 你自己計算一下 有幾間店舖可以 購入這支鏡頭 真的不多 所以大家重出選購 這支鏡頭 我這支鏡頭真的一年沒有碰 這支鏡頭 我覺得感覺不錯 還是這麼實正的感覺 不是這支是新鏡頭 所以實正是這樣的 比起這個 另一牌子的感覺 又很不同 這個就實正 但另一支會比較輕便 但其實重的一樣 感覺比較紮實 還有這個 這個是官方導致的 USB-C 更新的 另一牌子就要加入 有不同的 嘻嘻嘻嘻嘻嘻嘻 這個防水圈 嘻嘻好實正 真的下大雨也很防 這個防水膠邊 應該是一個 幾高質素的膠來的 我感覺到這個 不錯 造工 真是一支很實在的鏡頭 哎呀怎麼辦呢 哎呀選哪支呢 哎呀選什麼貓呢 哎呀不用擔心的 總之找一部好的身體就可以了 吃吧